我怼的话我会上人 怼的话我会上人 看到没有 干你这哈 没得以前好搞钱了 对对对 没有以前好赚是真的 就是有些太过分的 我会把它拉黑 不是每个人我都会拉黑的 你之前用 之前说用个嘴巴就可以 万人直播间 我再次做到万人 我还要说这个话 不说这个话 我没有人跟我上礼物 对要饭是平本事 PK主播是现代版的浇花子 人家PK主播 怎么会是现代版的浇花子呢 我都想问一下 人家一天赚几十万 赚上百万 我都不知道你 你不是浇花子 你能赚多少钱 我真的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这个拉黑 这个拉黑 这种人 这种人不配在我直播间 不配在我直播间 一天能 一天能搞多少钱 这个账号就吹吹牛 能搞钱吗 说实话 这个你说实话的人 说实话的人 是没有人会给你上礼物的 欢迎我们起点老板 卡了 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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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兵哥 还在规则 我在 在皮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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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很多人 很多人给你们讲学 拉黑了 对流量不好 我跟你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平台的人 多得要命 你少个几百个人 一点都不会影响 来 看嘛 这个 这个可以拉黑了 网络就是这么好 浮游钱 网络不好浮游 一般人忽悠不了 要饭的都是人才 你还是要花钱 去搞铁商店 小可爱上面 才有人来围观 有人跟我上票 我想把你拉黑了 但是算了 我感觉你这个话 说的不是那么难听 有能力的主播 有本事的主播 是不管你怎么做 只要能赚到钱 才是本事 你不管是挂铁也好 偷斗家也好 是不是 做自然流量也好 那都是本事 没有本事的人 他妈就是 今天去交比 这个交那个 今天你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他妈你不争 你天天都是这样的话 有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 我大票上不起 今天小票占了 绑一 感谢感谢 感谢立正哥 不屌他们就完了 车牌号怎么回事 车牌号正常的 正常的车牌号啊 都也喷子太多了 现在忽悠互联网 确实出了很多人才 聪明的人忽悠傻子 聪明的在演 傻子在光寝出头时 看都看不懂 他打了这句话 一点都不顺 一点都不顺啊 故意的 说来说去 就是想淘点礼物 你说对了 你要有本事的话 你要不要做生意 你要不要去上班 是不是 我是来给你抖音打工的 给你再打一次的机会 4255 再打一次机会 你这一辈子也进不到 这个账号的直播间了 小号你还可以去 你再打一次字就可以了 小伟哥来了 小伟哥是谁我都不认识 小伟哥是谁我都不认识 小伟哥 不认识小伟哥 我们可以去聊点 你可以在直播间说 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但是不能说我他妈的坑人骗人 忽悠人 我说实话 这个这个必须拉黑 因为没有他妈的 没有任何证据 你来我直播间说这些话 我给你脸啊 是不是 我这么大个男人 我给你脸 不可能给 上个成都车牌不好吗 我贵州贵阳的 我贵州贵阳的 我不是匹都区的兄弟 主播说话不要说脏话 好的马上改 必须改 改改改 我是去看那个快手看多了 他们那边都可以说脏话 对能赚到钱都是自己的本事 贵州小伟 二线网红 不知道啊 傻子 傻子才傻抖音 聪明的人都在看 三天不上班 饭都没有吃 你这句话怎么看都不顺口 真的 你这句话我怎么看都不顺口啊 现在直播不好做了 什么都不好做 实体不好做 没有什么东西是好做的 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 我说实话 我们就做点素人 踏踏实实在做事 不要好高路远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厉害 是不是 我好歹我坚持做了四年的抖音 你不管我怎么做 我都是为了养活自己 就这么简单 养活家庭 是不是 现在有三百人也不错啊 马上四百人了 打螺丝也不好打 对啊 打螺丝也不好打 打螺丝也不好打 傻子在刷抖音 聪明人在 在做抖音 是吧 在演抖音 这个也不存在是这个问题啊 简单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这个大奔如果挂的车牌是 A88 马上肯定会上热门 那我就做一个假的 我去做一个假的放在这里 我改天做一个假的 真的 你说的这个话有道理 你的两个表妹呢 我的两个表妹 表妹还没到时间 应该三点十分左右 他们才会来 兄弟你开大奔 我开面包都不好意思 感谢 感谢我宾哥 谢谢我宾哥的大西瓜 这是 对对的 不是不是 GLC GLC300 GLC300 来GLC300 不改变思路 要淘汰了 改变不了 我们初中文化 就是一个普通人 只有靠拼命 你像下午我吃播 我使劲的吃 说实话肚子都肚子都脏痛 但是没有办法 你要混这口饭吃 我用了三天时间 已经把小号做到5000人在线 但是不稳定 所以我还在想办法改变 改变思路需要有军师 我们谁来指导吗 没有人没有人比我还懂了 是不是啊 很多人还没有我懂 你在贵阳哪点 我在我在成都疲都区 呃 吃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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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就是吃播啊 我就吃播 我下午三点三点多 然后小号吃播 我还是佩服你 每个人都是努力来的 所以我不喜欢黑粉 什么才艺都没有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就改变不了 至少努力就可以 至少努力就可以 反正我现在没负债 没压力 我能做到什么样子 算什么样子 而且我现在每天都是亏的 我每天亏一千块钱 是吧 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认为这个人生 就是这个样子 说实话 啊 面子又不值钱 不要把自己看得多么伟大 买碰瓷了老主 买什么碰瓷了老主 看不懂 我有负债怎么办 有负债就努力啊 努力不管是在各行各业 都要努力啊 你不努力 现在负债很难还掉的 哪怕你就负债一万块钱 都很难还掉 现在 你做抖音多少了 我做了四年 黑粉也是粉 也会给你带来流量 带来个毛线流量 啊 那都是假的啊 我都拉黑几百个人了 我说实话 哪里有这么多流量 都四五万人在线 现在怎么 只有几百人在线了 几百人已经很好了兄弟 坐在这里聊个天 有几百人可以了 西藏快下雪了 你可以去了 不去 人才 什么时候继续去西藏 暂时不去 暂时不去啊 我就在家里面做磁波 用小号 我每天小号 每天下午三点 三点半开磁波 你们想不想关注一下 想的话 我可以连迈连上来 你们关注一下 下午三点半看一下 有两个美女 但是我会好好说话 不像这样去吹牛啊 不像这样去吹牛 也不会去拉黑别人 我负债五千块钱都还不了 对就老虎啊 现在 要把黑粉转成 转不了 我没这个 我本来就有假看 我脾气本来就急着 是吧 过期日子可能就几十个人了 我这段时间就几十个人 我跟你说了不要打字了 跟你说了不要打字了 拜拜了啊 小号叫什么 我要关注你小号 等一下我去拿 我去拿手机啊 来 我把它连上来啊 连上来你们可以那个 小号 一会儿两点半 要发一个短视频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不要看小飞 我眼睛好得很 他那种故意的 你说我要不要等他吗 就这个小号 下午三点半